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前外长秦刚意外落马的背后原因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也是各种阴谋论的讨论核心 近来有评论细细检视秦刚落马前后的时间点 直指举报秦刚的 应该是他的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 自由亚洲电台专栏文章分析 从逻辑上来判断 对秦刚的揭发材料 是通过了政治局委员 兼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交到习近平手上的可能性最大 无论第一吹哨人是谁 无论第一吹哨人是谁 都没有可能只打天梯 而最早出自于中国驻美使馆雇员的揭发材料 很有可能是由秦刚驻美大使的前任崔天凯 转手给王毅的 去年的3月20号 秦刚跟王毅一起陪同习近平 飞往莫斯科跟普京会见 而就在秦刚跟王毅飞离北京之后的隔天 秦刚的驻美大使前任崔天凯 悄然的飞离北京 先到美国华盛顿 然后去了一趟纽约 作者高兴透露 崔天凯这次回到他曾经 久住八年多时间的华盛顿之后 就被安排回住在秦刚控住的大使官邸里面 期间所有的活动都是由警权公使陪同的 这个警权在2021年 以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的职务 得益于崔天凯的推荐 跟秦刚差不多同一时间进入驻美使馆的 事实上 崔天凯在这次悄然防美之前几个月 已经随团到过纽约一次了 根据外交学会官网报道 2022年11月8号到16号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率团访问美国纽约 代表团的成员就包括了崔天凯 这一次由外交学会组团访问美国纽约结束之后 该学会官网就在当月的22号刊登消息 而崔天凯又在2023年3月21号开始访美 该学会虽然在5天之后的4月4号 就刊登了标题为 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崔天凯 一行访问美国的消息 但是当时这则消息没有引发外界的关注 一直到5月25号 也就是新任驻美大使谢峰 抵达的两天之后 因为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率先报道 这才有不少华文媒体纷纷跟进 把关注点放在了所谓中美两国私下互动内幕上 因为当时的崔天凯确实曾经在华盛顿 会见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跟副国务卿涉曼 关于这次崔天凯的秘密访美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 也还可以从他所在的中国外交学会的上级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文章指出 说到中联部 外界对他的了解大多还局限在所谓的党纪交流上 其实早从邓小平时代开始 该部门就已经围绕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 开展对外交往 工作领域不断拓展 工作内涵不断深化 简单说来 出了传统的跟世界上还数国仅层的几个共产党政权 进行所谓的政党交往之外 该中联部早就已经把与之建立关系的政党 从所谓单纯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扩展为各类的政党 号称已经跟160个国家跟地区的600多个政党 以及政治组织来建立不同形式的关系 其次就是所谓的抓人脉 通过了开展人员交流 努力打造党政兵序 朝野相继 官名相容的人脉网络 也就是说 除了国务院的外交部掌管的国家外交 其他无论是所谓的民间外交 非政府组织交往 还是议会外交等等 全部都是由中联部来通管 而从组织机构的角度 无论是全国人大 还是全国政协下属的外事机构 还是外交学会 对外有些等所谓的民间外交组织 早就已经是由中联部 而不是外交部来管控的 也就是说 崔天凯以外交学会顾问身份方面 无论用意跟目的是什么 其行程都不需要通过外交部 而是由中联部来安排 或者是中联部审批放行的 文章的最后也质疑 被盛传将会接替王毅外交部长职务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 在向对上举报秦刚的过程当中 是否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呢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新职生产力这个新词之后 并且在两会上不断地强调 新职就成为了中国官员最喜欢的名词 无论发表什么言论跟概念 都要冠上这两个字 知名时事评论人士邓玉文17号 在社交平台X上面发言 点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 社科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树华 提出的新职民主概念 直言批评这根本就是笑死人 帖文说到 按照张树华的论述 新职民主的性职是社会主义民主 本职是党的领导跟人民当家做主相统一 特质在于自主性、内生性、团结性、共识性、系统性跟效能性 新职民主继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下为公 名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探索的百年民主之路 建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中国之治是人民之治 新职民主不是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模板 不是简单套用民主理论的范本 不是其他国家民主实践的再版 而是具体的、发展的、现实的跟有效的 民主的假与真 关键看明星 民主好不好 民生最重要 新职民主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品质民主 对于这番说法 邓玉文批评 所谓的新职民主并没有增加任何一点知识含量 完全是中共过去的社会主义民主 或者是现在时髦的全过程民主的翻版 不过是后两者换成新职民主而已 内容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张树华造的一堆新名词 但是这一堆新名词恐怕它也是不明所以 所谓的新职源自于新职生产力 新职生产力一词是习近平在2023年9月 考察黑龙江省时首度提出的 今年3月5号两会期间 习近平出席江苏代表团时再次的提到新职生产力 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做政府报告时也提到了这个词 每年中共举行两会 党局都会派出大批的警力戒备 如零大逼 内蒙古阿佐奇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海斌 今年两会到北京参与维稳时猝死 终年49岁 综合媒体报道 内蒙古阿佐奇公安局14号通报指称 2月27号 徐海斌在北京执行全国两会安保维稳重大任务时 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 终年49岁 当地官方指称 自2019年起 徐海斌连续六年带队去中共两会进行安保维稳 今年2月18号徐海斌进京 2月27号突然死亡 但是官方并没有提及其具体的死因 至于徐海斌在北京执行何种具体任务 有中国网民在微博提出质疑 有人问内蒙古跑去北京做什么 也有人说不就是在北京解放的吗 香港星岛日报透露 今年2月18号 徐海斌亲自带队奔赴北京执行两会安保任务 到达之后马不停蹄地立即开展工作 连续高强度的工作 让他的身体早早地发出了警告 但是他不顾同事们多次的劝告 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召开任务推进会 2月27号早上徐海斌在驻地布置完成工作任务之后 他对工作组说 有点累不想吃早饭了 想要歇一歇 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的遗言 3月2号徐海斌遗体告别仪式在红山公墓举行 自治区公安厅以及大批同事跟亲朋好友都前去送别 公开资料显示 徐海斌长期在内蒙古公安系统任职 先后担任阿佐奇公安局温都尔勒图派出所所长 古拉本派出所所长 吉兰泰派出所所长 阿佐奇公安局党委委员 国保大队长 交警大队长 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自2019年起 他连续6年代对执行全国两会安保为稳重大任务 成功地化解了多宗矛盾契案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 北京风声鹤唳 安保升级 进京民众遭到严密的审查 搭乘高铁 火车必须要经过二次安检 以及进行脸部识别实名认证 无人机也遭到禁止飞行 进京邮件快线进行二次的安检 此外当局拦截各地进京访民 并且通知驻京办立即遣返当地 敏感的异议人士被当局要求前往外地旅游 直到会议结束才能够返回 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中国省份 在3月16号、17号两天 分别举行地方公务员的比试招募 根据公务员培训机构的推测 本周末约有450万名的考生 要抢超过15万个岗位的最后面试资格 因此16号开考前 审考关键字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根据当天考完的考生普遍反映 考题偏难也切合时事 就连两会热词、高品质发展、科技自立自强 也进入到了深论题当中 但是却让部分河南省的考生连声质疑 农业大省、河南你不种地了吗 美国之一报导 继中国去年底的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 创下300万人报考的发烧记录之后 本周末25个省份的公务员考试 也不遑多让 根据经济观察报16号的报导 根据公务员培训机构 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 今年大约有560万人报考 比去年增长了17.84% 其中预估大约有450万名考生 有资格参加本周末的审考比试 而今年总计释出了152233个工作岗位 比去年增加了3206个职缺 年涨幅为2.1% 虽然审考的平均考录比为34比1 但是根据经济观察报 去年12月引述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 少数岗位竞争激烈 像是江苏省政府信访局机关处事 二级主任科员以及以下的岗位 他们的考录比高达了2581比1 是实打实的千里挑一 另外徐州市全山区区委统战部 一级科员一职 也是超过了2000人抢一个岗位 审考之热让审考这个关键字 在16号开考之前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的榜首 中国网民也纷纷透过微博贴文 送上了祝高分上岸 吃黄粮的祝福 这连人民网也转发了105厘米长锦铃入尺的短视频 来为考生打气 根据吉木新闻16号的报道 在湖北大学考点的部分考生在考完下午场 不出市场时 有人向记者反映 题目较难 计算量大 提醒新颖 也有人说有很多题目跟当下的社会热点相结合 比方说国家机构改革 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三农问题 以及租房多 人少的对策推论等 都出现在了考题当中 另外多名河南考生抱怨 深论考题又是数字科技 又是营商环境的 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考江苏审考 有考生就吐槽说 你不种地了吗河南 还有一位河南考生也抱怨说 背了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结果你给我来个社会治理 城市治理 针对国考 省考的竞争系列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王长成认为 三年防疫之后 中国经济形势虽然有回升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景气 让名气在用人 招人上面普遍紧缩 特别是平传裁员 都让求职者转向工部门比较安稳的职缺 即便是中小学 医院跟社区的基层人员 都有研究生愿意降低身价来取救 他说疫情前 大学毕业生如果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 都宁可要考研 不急着投入到劳动市场 但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剧 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想要尽快找到工作 就算是不符合专业特长的工作也无所谓 而且还出现了考生应考进考的寻考现象 相对的就连考研人数也正在出现下降的趋势 王长城分析 基于财政市井 中央或省市地方公务员的职缺 不会扩增太多 因为当局并不希望太多的人投入公共服务 这一类分享财富的岗位来 也就是俗称的吃黄粮的行业 相反的他说政府现在鼓励的是创造性劳动 薪质生产力跟科技教育 也就是说大量民众能够去搞创业创造财富 将会有助于国民的财富增长 也是当局今年能否把失业率从去年的5.2% 控制在5.5%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过他也直言中国政府现行的失业率调查 都非普查的结果 因此普遍存在低估的趋势 俄罗斯宣布普京总统 在17号的总统选举首轮计票当中 得票率高达88% 三天前开始的选举 让普京24年的统治将再次延长6年 选举在严密控制的环境当中进行 不许公开批评普京跟乌克兰战争 综合美国之音跟法广引述法新社报导 根据俄罗斯官方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 在国家电视台宣布的出口民调 71岁的普京在17号结束的 俄罗斯总统选举当中 获得到了87%的选票 赢得了这场选举 根据俄罗斯选举委员会表示 在24%的投票占计票之后 普京获得到了87.97%的选票 而投票也在乌克兰战领区来进行 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从15号开始连续三天进行投票 投票率超过了73% 在已经点三的选票当中 普京的得票率超过了87% 其他三名候选人得票率只有大约3%到4% 选举结束 普京在竞选总部发表谈话 谈到中俄关系时说到 中俄在经济跟外交政策领域 都有很多的契合点跟共同利益 未来几年两国关系将得到加强 实现共赢的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 中俄关系在过去20年之间持续发展 稳定发展 相辅相成 相信这种互动将会持续下去 他还强调 他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个人友谊 也是一份助力 他谈话时指出 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性 并且表示这是习近平提出的一项 非常重要的倡议 报导指出 普京强调中俄利益吻合 是国际舞台的一个稳定因素 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吻合 这为解决国际关系领域的共同任务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当中的稳定因素 从两国在欧亚大陆的共同行动来看 也是如此 尽管俄罗斯大选的投票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过程当中却有其亮点 法广引述路透社报导 17号成千上万的人 来到了俄罗斯跟世界各国首都的投票站 参加俄罗斯反对派所说的 和平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抗议活动 人们同时在中午出现在投票站 不管如何处置选票 就是要通过中午的会集 显示反对普京连任 而且要显示自己并不孤单 在这一场名为中午反普京的行动当中 大量俄罗斯人在中午时分前往当地的投票站 要么把选票扔掉 要么把票投给另外三位候选人当中的任何一位 还有一些人在选票上填写上个月死在北极监狱的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尼的名字 也有人直接去了纳瓦尼在莫斯科的墓地 象征性地把票投给了他 发信社说 纳瓦尼的坟墓已经看不见了 因为都被鲜花给盖住了 纳瓦尼的盟友在YouTube上面播放了 中午时分在俄罗斯各地投票站排队的视频 他们说这些人举行了和平抗议 纳瓦尼生前曾经在其律师的协助下 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消息 表示支援政务反普京的计划 独立报纸新消息报将这个计划 称之为纳瓦尼的政治遗嘱 一位年轻女性在投票站说道 希望渺茫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些什么 你就应该做 民主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另外一个投票站 另一名年轻女性也以同样的方式 伪装了自己的身份 他说他把票投给了与普京竞争的三位候选人当中 最不可疑的一位 路透社说 示威者只占了俄罗斯1.14亿选民当中的一小部分 而普京已经准备好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加强他对权力的控制 他应该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取得到压倒性的胜利 跟踪俄罗斯政治逮捕的OVD Info组织说 俄罗斯各地14个城市17号有50多人被捕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对于在外国使馆投票的人 都是普京的反对者的说法表示之一 并指责西方媒体散布有关事件的宣传 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 横跨11个市区 参加抗议的选民分散 因此很难估计有多少的人参加了抗议活动 纳瓦尼频道显示 17号中午在每个投票站排队的人数 从几十个人到数百人不等 路透社记者看到 中午时分 莫斯科跟叶卡捷林堡一些投票站的选民 特别是年轻人的流量略有增加 排队的人有数百人 有的地方甚至有数千人 一些人表示他们是在抗议 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迹象 可以将他们与普通的选民区分开来 根据上个礼拜在立陶宛 遭到锤子袭击的纳瓦尼的助手 沃尔克福估计 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林堡 跟其他的城市 有数十万人在正中午的时候来到投票站 17号中午 在俄罗斯驻澳洲、日本、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 德国跟英国使领馆的投票站 也有数百名俄罗斯人排队等候 在柏林 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 跟纳瓦尼的发言人 雅米什一起出现在俄罗斯大使馆 参加那里的抗议活动 在场的其他俄罗斯人鼓掌 并且高呼他的名字 但是并非所有17号中午前去投票的俄罗斯人 都是反对派 在伦敦 一名排队投票的男子身穿一件上衣 上面写着 耶稣是我的救世主 普京是我的总统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